小型推拿最小 剛出生滿月 足夠三十人 已經可以開始推拿 而最大 到十二歲都可以推 基本上所有小朋友都可以做推拿 唯一限制就是年齡限制 小型推拿 剛才也說過 是按月位做到全身去調理氣血 可以調到五臟六腑等療法 如果有病 代表身體五臟六腑出了問題 氣血陰陽不平衡 所以可以通過小型推拿的手法 可以調整身體 平日保健 其實都是同一個道理 令氣血混搶得更暢順 皮肥亦可以混搶得更好 這方面可以做到保健的效果 絕對是 因為一開始小朋友這麼小 如果這麼快去給藥 無論是中日西藥還是其他 相對小朋友 其實他身體沒有這麼快去接觸 可以去適應到 在這時候用小型推拿 其實對他最理想 一個很輕的刺激 已經可以幫助他整個身體 調唱他的氣血 可以做到一個幫助他發展的效果 當然小型推拿 看來是一種易學難精的手法 有很多穴位 好像很簡單可以按壓 就可以做到一些效果 但當小朋友 其實他不同的體質 不同的年齡不同的病情 包括他病的程度和病的時長 其實各方面都會影響到小型推拿 到底應該要用什麼力度 速度 手法 如何去選擇穴位 穴位的先後次序 如何配搭等等 其實各方面當中的技術 含量是挺複雜的 所以如果家長未處理到那個情況 甚至乎那個病開始嚴重 最好就要立即找回雙熟的 或者是一個專業的中醫師去處理 由中醫師去跟他進行一個推拿 就會更加好